娱乐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地方,明星里不做医美不做微调的,少之又少。 可惜基因骗不了人,有些动脸痕迹能被隐藏,但他们的原生骨肉就是打脸神器。 1.成龙 在大家的印象里,成龙好像一直就长那样,双眼皮大鼻头都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标志。 2.但其实,这位国际巨星的脸,曾悄悄动过刀子,从跑龙套路人长相变成硬汉打星,也许就是一刀的改变。 都说娱乐圈颜值至上,就算身在打星圈,那也是要看脸的。 以前的成龙,单眼皮小眼睛,皮肤有黑,颜值确实拿不出手。 所以,最初成龙不能像江大卫、狄龙那样当光鲜的主角,只能在一些电影里跑跑龙套,坐坐替身。 对于他的原装脸,大家也是看过就忘。 就连古龙都当众嫌弃过成龙的颜值,古龙曾在酒局上说自己的戏是不会写给成龙的,因为他太难看了。 当时敬酒的成龙被彻底伤透了心,躲到厕所抱着江大卫又哭又吐。 后来,成龙就对自己的颜值上了心,据说1979年,成龙在拍醉拳的时候,眼角被踢破,他便顺道去割了个双眼皮。 这眼皮上的一刀,直接提升了成龙的颜值和精气神,自此,他的事业也逐渐打开格局。 所以,从成龙正式走红开始,这双眼皮就一直存在了,没人记得以前的成龙长什么样, 只会在看到他童年照片的时候大感震惊,然后感慨一句这咪缝眼的小胖蹲,跟印象里的成龙简直判若两人。 但是,不管记不记得成龙以前的样子,只要看到成龙的两个孩子,大家多少还是对年轻时的成龙有几分印象的。 成龙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房祖明,一个是吴卓林,这一儿一女虽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他们两个真的很像,只能说成龙的基因太强大。 不管是房祖明还是吴卓林,都是小眼睛,单眼皮,就连发际线都神似。 房祖明的母亲是林凤娇,吴卓林的母亲是吴启力,他们两个年轻时都是绝顶的大美人。 林凤娇与秦汉,秦祥林,林青霞齐名,被誉为二秦二林,颜值就不用说了。 吴启力则是1990年的亚洲小姐选美冠军,可惜两大女神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成龙的基因。 2. 甄子丹 甄子丹和成龙、李连杰,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武打明星,尤其是甄子丹,她的动作潇洒、干净,在香港的众多演员中也能独成一派。 为了事业与前程,甄子丹曾做过微调,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镜头下的美感。 如今58岁的甄子丹,拥有一双欧式大眼,一口整齐的大白牙,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顺眼的。 但年轻时的甄子丹,却不是这般模样,她不仅是个单眼皮,还略微有些薄牙。 将单眼皮割成双眼皮,在通过微调牙齿后,不得不说,甄子丹不仅颜值有所提高,就连她的事业也是清云直上。 一个演员如果长在了观众的审美上,她的职业生涯很大概率会前途无量,反之,就算演技再好,也很难大红大紫。 后来甄子丹娶了模特汪诗诗,两人生了一儿一女,她也经常向大众晒瓦。 有人就开始疑惑了,明明夫妻二人都是明显的双眼皮,但是为啥女儿,儿子却不是双眼皮呢? 甄子丹的儿子,女儿都是单眼皮,无论她再怎么微调,都无法改变她的基因。 她的一双儿女都跟随了甄子丹单眼皮的基因,没能遗传母亲的大双眼皮。 细看甄子丹的儿子,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一般,与甄子丹年轻时长得很像。 不仅有单眼皮,就连小眼睛也神似,就算后天再怎么对脸部进行微调,始终都无法改变原有的基因,只能说甄子丹的基因很强大,两个孩子都没能遗传母亲的高颜值。 三,刘凯威,小糯米的相貌,一度被认为是杨幂整容的实锤,毕竟两口子都不丑,生出的女儿却颜值一般。 但其实,大多数网友都冤枉杨幂了。杨幂成名很早,早在幼儿园时期,她就出演过电影,五岁时还客创过周星驰的作品《武状元苏琪儿》。 照片可以修,但电影却不能,因此她是真的从小美到大。 然而她的前夫刘凯威,却经不起吧。 看脸的世界确实很现实,港圈里很多明星的星韵,都是因为动脸才改变了的。 刘凯威因为爸爸早早地就进了娱乐圈,但又因为外貌受限,一直不温不活。 虽然有老爸助力,但刘凯威的原生长相却拖了后腿,单眼皮,宽鼻翼,这样的长相在神仙打架的TVB,确实很没竞争力。 于是,她选择了换头逆袭。 从她后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刘凯威割了双眼皮,还做了鼻综合,提高了扇根。 整容一生的一顿神操作,让她从路人长相一下子升级成了偶像剧男神。 此后,她不仅凭借长相进军大陆市场,还跟一直以来的顶流杨逆合作,迅速走红,并且一把抱得美人归。 虽然刘凯威和杨逆的女儿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但后来还是被神通广大的记者拍到。 小糯米的颜值并没有大家期待得那么高,她并不像妈妈小时候一样漂亮。 反而跟整容前的爸爸一模一样。 妈妈是双眼皮,而她却偏偏继承了爸爸的单眼皮。 妈妈从小是个高鼻梁,她却继承了爸爸的她鼻子。 看来女儿随爸爸,果然是真的。 只是不知道小糯米长大后,会不会因为长开而变得更加漂亮。 毕竟妈妈的美女基因可不能浪费。 4.熊带琳 作为前天王嫂,熊带琳从一个小嫩膜到棒上郭富城,再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动脸改命的典范。 从熊带琳早期的照片可以看出,她的颜值确实很拉胯。 大方脸,她鼻梁,小眼睛,掉烧眉,看起来就有一种面向不善的感觉,很难让人生出亲近的心理。 为了能够接近郭富城,熊带琳先后做了不少手术。 首先就是磨腮,把自己的方脸变成了瓜子脸。 其次,熊带琳对眼睛,鼻子等部位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做完这些手术之后,熊带琳颜值直线飙升,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知性美女。 一颦一笑都满是风情。 得益于这样的长相,熊带琳才能够获得郭天王的青睐。 然而,由于郭天王不喜欢人工美女,所以两人的感情只能无疾而终。 后来,熊带琳嫁给了郭可颂。 婚后,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如今一家四口的生活也算是幸福美满。 然而,两个女孩的颜值却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特别是熊带琳的二女儿,更是备受吐槽。 反观郭可颂,虽然她的颜值不算精致,但至少也是浓眉大眼,鼻梁挺拔。 因此,二女儿的颜值短板,肯定赖不到她头上。 对此,网友们也不禁感慨,怪不得郭富城不愿意跟熊带琳在一起,原来是担心影响下一代。 虽然熊带琳通过整容改变了自己的颜值和命运,但基因确实是无法改变的。 不知道这两个女孩长大后,会不会走上母亲的老路呢? 5.小S 小S是大家熟悉的台湾女星,虽然她的颜型经常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颜值和身材还是蛮优秀的。 当然,这也只是她整容之后的结果,在接受医美手术之前,小S的颜值也比较拉胯。 之前,大S就曾曝光过两人出道之前的照片。 从中不难看出,大S的前后变化不大,但小S却仿佛两个人一样。 出道前,小S是小眼睛,大包牙,双眼皮也很不明显,应该属于内双。 整体看下来,小S当时的颜值比起姐姐来,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整容之后,小S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了,鼻子也更挺了,就算是素颜也非常精致。 尤其是做了开眼角,牙齿调整的手术之后,小S彻底变成了美女。 后来,小S嫁给了富豪徐亚军,先后为她生下了三个女儿,凑成了一家五口。 徐亚军的颜值虽然不高,但也是大眼睛,高鼻梁,看起来比较英气。 然而,三个女儿的颜值却有些不如人意。 从照片上不难看出,三个女孩小时候是青一色的单眼皮,大鼻子,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长大之后,她们的长相虽然变得清秀了一些,但也绝对算不上美女。 尤其是跟整容后的小S站在一起,不禁让人怀疑,她们到底是不是小S亲生的。 总而言之,三个女儿的长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小S的真实颜值。 要想知道小S整容前是什么样,看看她的三个女儿就知道了。 现在的科技发达了,能动脸,改变皮相,却无法改变遗传基因。 这些明星本以为动脸无人知,却被自己孩子的长相接了短,扒了皮。 所以说,这些新二代并不是长得不像爹妈,反而是遗传得太到位,暴露了父母的真实颜值而已。